要不是半路杀出了的刘亦菲 刘涛饰演的就是王雨嫣了 在天龙八部前期筹备阶段 有不少女明星都试戏过王雨嫣这个角色 比如蒋琴琴 徐静磊 黄毅 还有宝莲灯中的清冷嫦娥严丹臣 我来到了天龙八部的剧组 我是来是那个王雨嫣这个角色 但当时制片方显蒋琴琴岁数有点大 徐静磊不够先气 黄毅言直不过关 严丹臣自己因为哭戏发挥的不够好自愿放弃了 选了一圈最让导演满意的人选还是刘涛 就在定下刘涛马上就要开拍时 张继中突然让饰演阿珠的刘亦菲试一下王雨嫣 当刘亦菲穿上王雨嫣的全套装备后 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眼前一亮 不过刘亦菲的试戏效果却没有那么完美 我自己就没觉得自己试戏的时候那么好 但是现在是蛮感动自己的 就是自己觉得很感动 觉得那段戏把我给打动了 那可能他们看中的是一种可塑性的一种悟性 但是并不是说当时有多么的满意 多么的到位 再加上当时的他才16岁 年纪与原著中的王雨嫣相差无几 于是张继中立马拍板 让刘亦菲来饰演王雨嫣 因此原本要出演王雨嫣的刘涛则去出演了阿珠 不得不说张继中的眼光还是很多的 刘亦菲饰演的王雨嫣轻心脱俗 一颦一笑之间仙气飘飘 她的一双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灵动无比 也难怪金庸先生后来对刘亦菲说 如果你来演小龙女 万千读者就不会说我胡说八道了 不过虽然刘涛错过了王雨嫣 但他也演出了独一无二的阿珠 剧中如此坎坷的角色 还不止王雨嫣一个 段玉的选角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陆毅 一个三过金庸武侠世界而不入的男子 陆毅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帅 帅到什么程度呢 张继中曾经因为他的颜值三次邀请他拍戏 在筹拍《笑傲江湖》时 想找他出演林平之一角 却被他拒绝了 理由是他更喜欢令狐冲这个角色 第二次张继中又找 让陆毅出演《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一角 结果他说要演就演波紧 于是又拒绝了 在后来张继中筹拍《天龙八部》时 面对玉树林峰的段玉一角 他又想到了陆毅 结果陆毅说 不 他要演乔峰 可是乔峰已经预定给了胡军 因此这一次合作又又又又不了了之了 不得不说 陆毅真是从金庸的武侠世界绕过去了 在陆毅拒绝了张继中之后 周虞明 张超 马玉科都来试过段玉这个角色 马玉科当时已经准备禁组了 连定装照都拍完了 但没想到开拍前九天 他的角色突然被换成了尤坦制 而段玉这个人物也在最后时刻换成了林志颖 当媒体爆料将由林志颖出演段玉时 引起了网友的大规模抵制 甚至还有人说 林志颖出演段玉就是这部剧最大的败底 在《绝代双胶》中 他的演技就是最大的反面教材 但是在剧播出后 这些人却惨遭打脸 虽然当时的林志颖已经28岁了 但是他的脸还是十分幼态 和16岁的刘亦菲 以及19岁的蒋星站在一起 丝毫没有违和感 将段玉的玉树林峰 风流潇洒淋漓尽静致地演了出来 不过在拍摄时 他却被蒋星嫌弃年纪大 你一定想不到 不老男神林志颖 其实在20年前就被嫌弃了 在《天龙八部》中林志颖所饰演的段玉 和蒋星所饰演的穆婉青 有一段非常令人脸红心跳的亲热戏 对于这一段剧本中的描写 是穆婉青被人下了腰 和段玉在房间里七七八八 但在拍这段戏的时候 蒋星却怎么也进入不了状态 在导演的再三追问下 他才支支吾吾跟导演说明了情况 原来是因为当时的蒋星才19岁 不好意思拍这么大尺度的戏 更何况林志颖还比他大那么多 他就更难跨过心里那道卡了 于是他就找到导演 问能不能把这场戏删掉 但导演肯定不能任由演员随便改戏 对他说你就把林志颖当成一块肉啃 导演说什么 你就把它当块肉 你就是一抱子 于是在休息时蒋星开玩笑说 没想到自己才19岁 荧幕初吻要献给一个老男人 但是他因为他比我大很多嘛 那那个时候我就开玩笑 说我荧幕初吻竟然会给你这样的老男人 然后他听到就不高兴 说我才不老 我看我长得多嫩啊 于是林志颖就在心里默默盘算起了 怎么报复蒋星 两人下午要拍吻戏 中午林志颖吃饭时 就开始了疯狂炫蒜模式 下午我们俩吻戏啊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就让他今年去帮他拿蒜 他就吃了好几头蒜 然后我看了他吃蒜 我说行啊 我会吃亏的 我也吃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不停地在吃 就这样两个人拍吻戏前 各自吃了一肚子蒜 吻戏开拍前那个味道想想就要死 最后还是林志颖主动认了错 拍的时候 刚刚要接近的时候 林志颖听 给我个口香糖吧 两人就借着这颗口香糖 化干戈为玉博了 相信这场充满蒜味的吻戏 一定会让两人都记忆犹新吧